臺灣已經經營九年三日 甚至提供伊朗營運營 還有可能會變成超九年三日 國中農民在水土保持區 就推動農村撒起六十九個計畫 而屯農村的農營家來擁城 水報區長李正永 就臺灣團隊 去到原理人倫巴以後 來了解蔡天學生的 來做六十九的情形 倫巴的蔡天學生 向水報區長 希望照顧照顧伴伏當初設計的想法 還有執行六十九個計畫 非常必須安排享受六料 同南院來著口腔 本土營家放鬆心情 學識新知識 農委會水報區也跟海岸基金府合作 討論伴向盤里長台提議場 莫妖島新農交易擴展 農產品耳西菜鐵將出現 也會沖洗均本驗室 水報區也準備食材暖暖包 沖洗均本農村替去的營養市家庭 那零飢餓其實不只是說有東西可以吃 大家也要吃的營養 如果每天只是吃白飯吃泡麵過日子 那長期來說營養不良也會帶來身體的疾病 所以我們希望透過食農教育 能夠讓大家有更好的食物選擇 而且能夠支持在地的國產的農業漁業 我們水保育局也出了一些力量 來協助整個社區的發展 所以今天順便來跟我們社區來加油 同時也來看看歷年來 我們水保局在這邊的成果 希望看看還有沒有什麼東西 是水保局可以幫忙的 新農交易法和營業處置公布信息 明天即使應同菜鐵農業 培養菌粉認識關押 充實實物感受浪費 創新同創新認識文化 新發認識連結農業 T3T小營修農業 來到六大目標作為核心 本觀念市地市場康復 台灣農業 還看市地營修發展 卡卡新聞李星龍 雲林報道